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很多超科技嗎? 我經常懷疑 你說的那些歷法 去預測天體運動 會不會有些很神秘的知識 不僅最後預測到天象 還可以預測到地上的一些大事 這是我永遠覺得很引人入勝的地方 是的 但大家都會質疑 你提到以前的大人大師 你先想想實際證據 但你最近 也不可能是一百年前 就罵起了一塊東西 如果你看到這塊東西 你覺得它是超科技嗎? 我看到裡面的精細零件結構 你告訴我 我去完青山道樓下樓梯底的錶行 那個人在整錶 打開錶行裡面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塊東西 是不是裡面掉了其中的零件出來的呢? 即是近代的東西 但你也有想像 如果我拿了這塊東西 我就拿去廢鐵買了就算數了 但很有趣的 如果看到這種銅售 再加上色課的人 如果是考股的人就知道 你在那個地域 那個地方 曾經有甚麼文靈出現 在那裏下跌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你不肯定的話 很流行一些定連的技術 一些科學的方法 我們就知道這塊東西是多久之前 要解釋一個故事 故事就是在100年前 不知100多年前 在水底撈了一塊東西出來 如果不懂貨人就當作鐵買 在地中海嗎? 是希臘附近 它的命名是希臘的島 這塊東西是沒有名字 大家不知名字 Antikythera 是希臘的小島 但有些人說 這塊東西可能是一個電腦 當然電腦的意思就是 所謂模擬電腦analog 於是有人就還研發出來 這位是很著名的科學歷史學家 Derek Di Sorda Price 他很花精神 全部製造這塊東西出來 當然是用現代的金術 一看這塊東西很精密 精密到有些人都害怕 然後就越想越多東西出來 最大問題是甚麼呢 我有看過這件事 在希臘的歷史中 完全沒有說過這件事 希臘那麼多哲學 那麼多自然哲學的東西 竟然沒有提及 完全沒有提及 但這個物體 現在估計是一個觀測天象的物體 但這件事我們有幾件事要記得 首先就是他當時已經知道地球是圓的 這個很簡單 地球是圓的 如果今天還說地球是平的 你便要這麼說 古代一種很奇妙的智慧和方法 埃及和整個地中海文明已經確認到地球圓 你看到月亮是圓的 為什麼遮蓋了那邊 這也是一個圓形 你看到其他圓形 所以就不用說 但問題是地深雪就難推翻了 因為這是我們的直覺 所以問題是當時他沒有那麼多現代知識時 他們如何量度天體呢 量度方法是甚麼 還有一個問題 首先要說說概念 譬如古代人在完全沒有現代知識 我們也不知道宇宙是怎樣運行的 或者我們假設地球的中心 如何去理解天體呢 所以我就會說 其實要說這個故事也代表著 你要回顧整個現代天文學 或者天體科學 或者整個宇宙學的圓甲是怎樣的 在很多時候你未有一個很精確的理論 以及一些觀測來描述它的時候 你最初能夠做的事就是看它和量度它 你覺得眼睛不住 又很難溝通你看到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要發展很多的儀器來量度它 所以你看到無論是古今中外文明 他們可能譬如說 地面上建建一些建築物 有人說量度紫五線的觀測台 譬如馬眼文明那些塔 看看太陽射下來的影像會在哪裡 甚至乎有人還傳說 連英國大石鎮 Stonhenge都是這樣的東西 但我們會看到無論不同的文明 他們都有一個很強的意欲 去掌握力法和掌握大自然的規律 從而他們可以順應去做一個最理想的生產規劃 因為一個農業文明社會 就是叫做播種、當造、收割這些東西 就要很有時有後 即使能夠令他們有足夠的糧食 所以那些叫做偏力法、觀天文 就是關乎興旺 就是一個不僅是中華文明 你看見幾個文明 大家都很努力去做這件事 故自然就是由最精密的儀器 就由他們那裡來 小弟在其他國家看 他們的古天文儀器的機會 不是太多 但反而幾年前 試過去北京的清朝流落的 陰堅減 是的 那個觀測台 就留了很多的儀器 那些儀器 譬如在影子上有很多黑度 有些東西重現了聲像 所以你會發覺 他的研究 首先 開頭就是記錄、測量 然後嘗試建立模型學說 然後嘗試去做預測 最起步時有這樣的過程 就算你現在看到古希臘 你說他的哲學記錄 沒有什麼偉大哲學家說話 但你說當時他們有人 專門做天文觀測 一點都不奇怪 有 但理論不正確 你做不到整個器材 我最大的疑問就是 你看到而已 如果當自己是環繞你轉 那個模型是一定不准的 是的 最多能夠記錄一些變化 會否出現一些周期 有一些我可以一年累積的數據 可以看到一年的變化 例如月球 越圓越缺 甚至跟潮池那些變化 然後你如果追了幾年的時候 整個氣候的變化你會知道 還有季節轉換的時候 太陽的方位 那種變化的關係 6月21日 10月21日 夏至和冬至 春分、秋分 3692每個月都有這樣的指定 和太陽有關的節氣 你會掌握到那套規律 但有時是在你未確認哪個模型 比較對的時候 往往有時是你可能日深說好 地深說好 可能最後大家都解釋到同一件事 是的 不過差在可能哪個是簡單一點 所以開頭就是有很多人 在古希臘的時代 就算拿著地深說模型 可以幫你預測到一些東西 一點都不奇怪 甚至對於某些文明 譬如中國的文明 去到明清的時候 他們背後的精神還是很地深算 是的 無所謂 總之理由不是看得那麼遠 是的 但他們能夠建立一些觀測 以及一些預測 都叫做準確度波算力化的時候 他們覺得是否夠用 是的 夠用而已 大家看到圖片很厲害 是LEGO的機器 是一個LEGO模擬的版本 是的 你來玩玩也好 為什麼這件事和我們剛才看到那件事有關系呢 你又要提一提一件事 它其實是一個模型 這個模型就是它上面有很多的齒輪 不同的齒輪最後代表著不同的抖轉星移 即金木水火土星環繞著太陽運轉的周期不同 或者不要說環繞太陽 即是由我們地球去看到它有周期的變化是會有長有短的 水星、金星那些就短一些 接著去到火星長一些 接著去到木星、土星的變化又要花長一些時間 你才看到它回到原本的狀態 他們就會想到不如這個天體就好像一些齒輪互相咬合 來互相固定大家的周期的一副機器 所以他們就會很仔細掌握 透過去設計很多齒輪的機器 來幫我重現金木水火土星的方位 你一直在攪拌旁邊給它動力的時候 你在前面的顯示盤上 就會看到不同的星的方位的變化 它最奇妙的就是你將你記錄下來的結果 轉化成為齒輪的機器 因為我們知道齒輪就是 你能夠改變齒輪比例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轉一圈外面那個轉三圈 譬如有一個很簡單的比例就是 我們地球的周期是365 水星的周期是88 我們可能就是你適當地運用這個數字 來設計一些齒輪另外組合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種比例上的周期變化 這個機器經過定年 發覺原來在公元前的200年左右 是製造出來的 對應的是中國的秦朝 然後它用到何時呢 大約都用到公元前七八十年左右 對應的是漢朝的時候 在這個時代 中國是秦漢的時代 在希臘文明的時候 已經是製造一些齒輪機器 來做這件事 所以當時在那裏 挖出來不是只有一塊東西 其實那裏是有很多零件散落了 為何剛才那位教授製造出來 是知道是一個盒子呢 就是知道大約哪塊東西 是窄了哪塊東西上面 所以知道那塊東西 應該就是這個前面這個後面 而且很有趣的是 因為那個年月九元 裏面很多的零件 很多的齒輪是搭在一起 最後風化了生鏽 最後是黏在一起 所以你拿出來是一塊東西 但是原來可能是有幾塊東西 將在一起 已經吃在一起 當時那些是用青銅器 你看見那種銅錄就知道 它已經黏在一起 還有很多的齒輪是崩了沒有了 在這裏遺留了很多的考驗 給那班考古學家 究竟是驗證一下這塊東西 其實是用來怎樣用和量度的呢 但是簡單的圖片 大家看到了 剛才陳 chaotic時位說 太陽系的行聲是怎樣行法 即是靠這個齒輪的推動 可以展現出來 但問題是你等等想 其實太陽系的比例 是我們做不到的 若你做出來 如果地球的arnocelljuk就看不到 那這個是這麼麻煩 他表現出來的比例不是大小的比例 而是周期的比例 軌道周期的比例 因為當時也沒辦法知道實際的大小是多少 他們只知道軌道公轉的周期 即是火星一年就一定是 周期一定比地球的周期 然後水星金星又會短一點 他將在天空上運轉的比例重現出來 還有我會很驚訝如果他連那種水翼 水星逆行的現象都能夠用這個去呈現出來 我就會非常佩服 但我覺得以他的齒輪度複雜 有機會是有呈現到 現在暫時未知道 因為他的東西已經是 他又不會有草圖在那裏 只剩下那些零件在那裏 但這裏又要提一下 為何這個研究要花這麼長時間 才能定到它的功能和大約知道如何擺放 首先你怎知道裡面有多少層齒輪呢 原來你知不知道要用到什麽方法 原來檢驗那些木乃伊 以及檢驗我們身體裡面 有沒有古怪的癌症那些東西 技術是一樣的 去照CT 將這個東西放在X光裡面做CT 有一個三圍的成像在那裏 看看裡面有多少層東西在那裏 即是有多少個圓形在那裏 原來窄住在一起 就知道裡面夾了多少齒輪 齒輪多大多小 而且更加重要的不是只知道 齒輪你知上面有齒的 上面有多少個齒才有最重要的智慧結晶所在 它的齒輪的比例是多少 其實代表著它反映的是一個甚麼的星體 原來其中一個考驗是甚麼呢 大家看到剛才那個大圓餅 你知道大約是圓形來的 但因為又崩了很多 上面就大家猜了 以它上面其中幾個剩餘的齒輪 那些齒的密度 你可以猜一下這個圓圓圓上面 最後是有多少個齒 他們開頭猜三百多 如果是跟天文有關的一個三百多的數字 一定是地球 在說365 在猜地球環繞太陽的周期 大家就會不太懷疑了 但很有趣 這是我覺得最值得欣賞的地方 有一班專門研究天文物理的人 他們拿了一些原本是用來研究重力波的技術 那種精確度的一種技術 他們說你就這樣很粗糙地猜 是否365不夠仔細 會否有其他周期我們是可以提出來的呢 因為有人可能研究其他齒輪之後 就覺得不是的 如果這個是365 其他的比例可能出來不太對 不準的那些東西 以往的人除了會留意太陽力 除了會留意月亮力 這又要考驗大家的記性 我們農曆12個月加起來的日數 不是365 而是354 即是我們農曆的月份 有時29日有時30日 所以你乘上去的時候 是不足365 只有350多 這跟月亮周期有關 有人說會否其實不是365 而是354 你怎樣去定 現在只剩下那個餅 餅生了銅綠又吃光崩了 只剩下幾個尺 有些是完整的東西連起來 有些是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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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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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瘋�� 你大約猜猜每個尺去的間隔是多少 最後出來究竟是對應354可靠的 還是365可靠的呢? 現在的結論是由這班研究重力波人告訴你 是354 為何會扯上重力波的關係? 因為它們有能力用一些很精確的激光測量 來量度一些很短距離的變化 你量度重力波最厲害的就是 一個很遙遠的天體去鎮一下 我們隔了這麼長時間這麼弱的訊號稍微移動一下 在地球上有很多其他的震動 但我們都可以撿到那個重力波這麼弱的訊號出來 所以如果說要確認一些東西的精確度 以及排除一些統計學起落的干擾 你又要想想 那個尺的闊窄有時的銅碌多了少了 你究竟定在哪裡呢? 然後怎樣取得平均的誤差是多少 最後的結果是比較符合354還是365呢? 這個所需的精確度 原來竟然是由這班天體物理學家的軟件 他們不是用硬件 用他們的軟件幫忙分析 給出這個結論出來 所以現在我們知道它是一個齒輪機器 最大的這個餅上面應該是那個齒輪 有354隻牙 然後其他仔細的結構還未知 它是怎樣去帶動其他東西 即轉動的比例是怎樣 但我們大約猜到 對應是哪一個天體了 我猜大多數會有些不差 但這個不差範圍也可以 令我們猜到它其實是想代表哪顆星 動用到這麼高的科技出來的時候 大家看到圖片是非常複雜的 我想是近代的 未必是用你剛才的方法 但已經看到圖片是非常複雜的 我就不知道它怎樣弄 就會看到星體出來 但無論如何 我們不可能令大家 這個機器怎麼用 除非你能夠將你自己帶入那隻Nolix 自己拆出來可以將它自己拆完再重組 那你就應該有能力明白裡面那些東西了 是的 但一部這麼古老的機器 原來結構這麼複雜 甚至被譽為是古代的電腦 這真是令人讚嘆 是的 我覺得它沒有去到電子運算 但以一個這麼複雜的機器 這個可以是一種計算機器 這是計算機器來的 這是計算機器來的 最初的電腦是有問題的 電腦未必用電的 是的 以前是用手腳的 其實這種複雜程度 等於你以前的手搖乘數機 是的 所以OK 大家如果有時間就可以介紹 因為這個事情其實是出了一本書 但我未有空看 Anyway 你今天完成了今天的科學生節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 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那即是可能有一天 觀眾在這裡看的呢 就並不是 我和阿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 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的 那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那些人就真的 在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 你就追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幾圖 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我們兩個 還不重要的 最重要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 就會有通知的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呢 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 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